三年初五到五 这一天过了我们比较忙的人就可以正式看这一夜 不忙的人你可以出了正面 至少出了十五 这一天呢 可以叫扫穷人 之前积累的一些 东西都可以扫 放炮 最重要的是一个财神 自古一个财神 要五路财神算五 可能至少也有十几二十分 其中包括这种无险的财神 叫五路财神 还有五路财神 还有五路财神 和五路财神 和五路财神 那正神的话 你看 就是 美丹 万里 这些比较出名的文财神 当然还有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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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小柠果花容 还有 还有 一些 我们可能现在人比较熟悉的一些 但是在当时比较厉害 因为这个赵宫铭 不管是 他是 都叫疯的 他天使是疯的 然后还有 很多人在疯的 他 他 还有 这 还有 还有 好 一个东南西里 也不是要叫 一句 好 然后 这个什么历史心乌 翻来的地方 一句话 然后那天 这一句话 原来 соbre 书是 主事 就很一样 他想被别人造的这个云道 想把他们投降 我记得说的 这就是拜计 真的有用吗 你拜拜呢 他信不信 我说他保险就有点有念 有利 你信 他就能不能信 那你不信也是有点伤 那你要求 哪一个手段里 你看哪个像你 你说都不像呢 你就学他了 你看公公 还整个意思 人家从来都不知道 我就听说 这个财神道 东家乐西家校 家家顾顾乐陶陶 或者封神网里面 感觉他想坏 但是我们都 都这么说 这个 他再传下来 而且他 不是普通人 传的一些东西 我们就 姑且 信着 听着 拜拜没有什么不好 封神闭红手 多一个保佑 不是更好 我们就说 这官公 他 为什么能站得住 而且他 并没有 生这一世 并没有 跟财有什么太大关系 但是他上马鸡 下马鸡 他这个意思 他不缺这些财 一生 古人 尤其儒家讲义跟利 他中义 你会发现很多财神 他都是 反而是散财 反而是很会利用这些财 当然也有会赚钱的 他舍得 一个 官公在当时做的够 二一个 这个时代缺这个 三一个 人们都拜他念他 他这个能量自然越来越强 天地人 所以他位置很高 越来越高